哈喽大家好,我是Insat 对,现在有人在槟城啦 然后呢,我的身后就是一个废弃的双层楼牌屋 然后刚才在过来的时候呢,就有发现一个东西 就是牌屋的旁边呢,都有两栋 可是都是没有废弃的,都是有人住的 然后非常疑惑的就是一件事情呢 就是为什么这栋会废弃 对,就是真的有点奇怪啦 而且刚才有发现一个东西就是 它呢,不是一开始就废弃了的 这边还有一个就是有actual的那个台 就有点搞不明白 所以今天呢,就来这边探险吧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 就在它对面呢,还有一个废弃的警察局 宿舍,可能 然后呢,是还有运营的 所以这边呢,我们就不进去了 所以呢,我们就去对面这一个 夜间探险吧,Let's go 然后呢,因为上面这边就是一个电讯台了 所以我打算从这边进去先 你看,真的蛮多间的 一间,两间,三间 四间,五间,六间 六间啊,是吗? 是的,我先从这间进去 第三间 哎呦,新花 很大只耶 很明显呢,这边曾经有流浪来过这边 不好意思,到了 不好意思,到了 我坦白讲啊,我现在戴着口罩呢 我也闻了一股很臭很臭的味道 哇,是人的味道啊 哇,其实 里面好像蛮大的 后巷 真的蛮大的 有点想象不到 因为你从外面看的感觉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双层楼海雾 可是这样里面来呢 哇靠 真的蛮大的 哦,这本来是可以上去第二楼的 有一个楼梯的 可是已经 拆掉了 就是有点可惜,上不到第二楼 地上就是满满的蝙蝠的 刺的果 可是奇怪,蝙蝠的果然不兼熟了 地上有没有人 刷了一帮 吊我一跳,我没有人 还好是有洞的,我还会死人 DAMN 我这间又不继续了,我没有人 OK,我刚才走出来了 然后这后面呢,是有一个人在那边 呃,睡觉的 可是他什么人就不经常去冒犯他啦 OK 然后就继续探险这间 实际上是没有人的 这间就比刚才那间干净了很多 嗯 蛤 第三楼只是一些树叶 可是我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 就是为什么呢 他个壁睡觉呢,那么长那么乱 为什么他不搬来这一间呢 这一间可能比较稍微比较 干净一点点 你明白我意思吗 这间可能比较干净 也为什么不搬来这间住呢 可能这间还有另外的里面 我不懂 可能 因为这边是有植物 这样奇怪这边 这边开始有点东西了 这边还有一个植物仙人帐 而且又好像蛮茂盛的 应该有人特地来浇水的 后巷 后巷 哦,这门是去后面的 不好意思打了 有人吗 应该是没人了 好 等下我们才上楼看看 看这间有什么东西先 我很怕后面大家突然就有人耶 应该没有吧 这间真的比刚才那间干净了很多耶 你看 后面还有这样大的空间 哇哦 现在我们要上去地方 现在呢我们就上去地方楼看看 终于一直对焦不到啊 哈喽 Fucking 终于对焦不到这样久 OK可以了 第二楼分别好奇怪 坦白说我心肖加速 没有 因为怕有人 没有 说声音 没有东西 没有人 不停 没有人 有支蝙蝙 好 好 好 这边还有一个椅子 应该就没有什么东西了 刚才突然间这边发出一个声音 吓我一跳 哇 这里有一个手买的 不懂 开不了的 开了 没东西 我坦白的说上到第二楼的氛围真的是超级的奇怪 其实呢出来的时候我在想一个问题 因为我刚才进的时候呢 我其实都跟你讲 我都一直在起鸡皮疙瘩 不懂你们看到吗 现在还是消了一点点了 我就在想一个逻辑上的问题 为什么隔壁那间呢 就是不去这间睡 我出来的时候我终于想到了 因为呢这间呢我在楼上的时候呢 我真的feel到很不对劲 真的出了冷汗跟起了鸡皮疙瘩 包括我的心跳加速 所以可能他那个人呢 坚持住在第三间呢 受眼影了 我真的自打嘴巴了 OK 然后现在呢我再去 这间试试看 Let's go 刚才是这间嘛 这间是有人 这间是 刚才近的咯 然后现在我去看这间 给你看 对面那边呢 其实都有人住的 可是为什么这一排呢 就没有人住 超奇怪的 而且那上面呢 还有一个 Astro台 没理由啊 肯定有人住过 真的是不简单 这间的话就有点杂乱了 我也没有中心 APurityる 麻烦了 我的天啊 对吧 那我真正的 我一直在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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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月里 2010年的 不懂为什么看着觉得有点芒果悚然 气氛也非常的乖 对坦白告诉你我怂了 我刚刚拍了那个绳子的时候呢 我就一直在那边 我就越沾越越不对劲 然后呢就突然间全身骑着气皮疙瘩 就感觉一股冷风这样吹过来 然后我就毫不犹豫的走了出来了 这次应该是心里没有调整好吧 然后导致 就可能没有做到准备 然后就突然看到这样东西 我可能是觉得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为什么这边废弃呢 也大概得出了一个结论 如果你们知道这边的故事是什么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啦 然后这次呢就先这样 可能下次有机会我再回来这边补拍吧 对 OK 所以这一集呢就到此为止了 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呢 那就订阅 转 分享 吧 接下来小铃铛 如果不喜欢的话呢 那想办案吧 OK 就这样 拜拜 好客人 有没有时间 好客人 好客人 你 好像不在这里 好客人 好客人 对